水里国小先前在吴正宗校长的带领之下 推动书法教育 到至今也有相当优异的成绩 为此校友杨慧如特别利用时间进行展出 水里国小的第六任的校长吴正宗校长 在民国七十年的时候呢 回学校来 然后指导义务指导小朋友 在每周的中午练习写书法 那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是呢 百年的校庆当中 我们的书法教育在水里国小持续了三十多年 然后可以从最早开始的启蒙的一个点 到后来能够蓬勃发展 然后甚至于现在还有更新一代的学员 跟学生能够再投入到书法教育的这颗里程当中 杨老师也表示 除了展出吴正宗校长的作品以外 也有许多后辈的作品 因此这场作品是集结老中青三代的作品展出 所以这次的展览基本上我们分了三个部分 就是像吴正宗校长 还有后来接续的陈段玉老师 两位前辈 前辈的作品 还有我们后来延续的这些同学们的作品 那延续了三十三十几年的作品 老中青都能够集结在一起 让大家回忆 也是回顾我们水里国小在书法这块的教育的发展 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学长学姐 还有各位校友知道我们的努力 也希望水里国小的书法教育 能够未来在南投县 在全国甚至于有机会走出台湾 让更多人看得到 先议员王秋淑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期望透过展览能够展示出 水里国小推动书法教育的用心 除了学生的作品以外 也有许多前辈的作品相当精美 王秋淑议员也希望借有这样的方式 来落实书法教育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